8月30日 有媒体发布了演员马思纯与盘尼西林乐队主唱张哲轩、小乐聚会的照片 现场除了有乐队成员之外 马思纯的妈妈、亲友也在场 像是大型的见家长饭局 记者拍到马思纯一行人的时候 他们已经酒足饭饱从餐厅里走出来 马思纯站在门口跟自己的妈妈说了一会儿话 随后与亲友挥手告别 接着 马思纯走向了戴着帽子的张哲轩 跟南方商量着什么 马思纯身穿宽松的黑色长裙 手里拿着外套 自从患上抑郁症之后 他的体重受到药物影响 一直处于微胖状态 马思纯跟张哲轩站在一起 两人身形好像差不多 等亲友都走得差不多了 张哲轩变得十分放松 拿着酒瓶一把搂住马思纯 戴着口罩跟帽子的马思纯 秒变小鸟依人 依偎在南方怀中 两人不时对望 一幅幸福满满的模样 当时并非只有马思纯跟张哲轩 还有乐队的其他成员 马思纯带着众人上车 由他来坐司机 载大家离开 看来这一场聚会 马思纯始终保持了清醒 没有喝酒 方便接送张哲轩及其朋友回家 女方的贴心可见一斑 但也正因为马思纯的美好与善良 粉丝才不赞同他跟张哲轩在一起 然而 从马思纯跟张哲轩相处的细节来看 两人关系稳定 并没有受到外界闲言闲语的影响 马思纯坚定自己的选择 沉迷在一段甜蜜的关系里 一个月前 有网友在大理偶遇马思纯与张哲轩 当时大家就已经知道他们的关系没有变 马思纯心系杀青之后 立即与张哲轩出外旅游 争分夺秒享受二人世界 今年三月 有媒体拍到了马思纯与张哲轩约会的照片 两人牵手回家 看似关系匪浅 但照片曝光之后 他们都没有回应绯闻 反而是网友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马思纯是影后 知名度比张哲轩要高 但这并不是两人关系中最大的问题 主要是网友挖出了张哲轩不少历史问题 比如狂妄自大 喜欢装文艺 感情线重叠 混乱等等 人设一言难尽 粉丝纷纷留言劝告马思纯 希望他不要因为寂寞而谈恋爱 甚至到了不挑人品的地步 显然 从最新的聚会照看来 马思纯遵从了内心的选择 没有离开张哲轩 两人反而因为外界的阻力变得更加紧密